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来啊 肋叶里面还有天然的抗炎因子 如果肋叶中的抗炎因子少了 炎症因子就搞起事来 这肋叶可就不靠谱咯 质量不行是一回事 连数量也能出问题 沈独圈也是醉了 一般来说 我们每次眨眼睛都能牵拉 刺激肋腺线分泌肋叶 频繁地眨眼睛 肺线有了干劲 肋叶也就充足了 当你聚精会神刷屏 屏住呼吸玩游戏的时候 眼睛都不眨了 久而久之 肋叶必然会不足了 还有一种可能 肋线生病发炎了 免疫系统不知怎么的 把好端端的肋线当靶子打 肋线受到了损伤 工厂都被砸了 肋叶自然分泌就少了 在这里 生物菌穿插一个知识点 雄激素还有一个显为人知的小技能 它能维持肋线的运转 正常分泌肋叶 如果雄激素少了 肋线就不给力了 肋叶能不少吗 最后就是肋叶的动力出了问题 还记得结膜上那些个出水口吗 如果肋膜松松垮垮 皱皱巴巴的 出水口不顺畅 肋叶想出来 也是不能高的呀 总之 一旦肋叶的质 量 动力 任何一方面出了纰漏 保湿的功能就悬了 再来看看黏蛋白 说到黏蛋白 厂家就是角膜 结膜上的细胞啦 它们齐心协力 轻轻液液地分泌着黏蛋白 可是角膜 结膜上的细胞要长身体 要正常工作 那是需要营养的 维生素A就是这个营养啦 如果维生素A不够 细胞们就长不好 也不能好好分泌黏蛋白 当然啦 如果该死的炎症因素又来搞事 二话不说就狂怼 细胞死伤无数 那黏蛋白的产量也势必就功不应求了呀 离那张肋膜的纱布 可不就这儿却一脚 那儿少半边了吗 最后讲讲脂质 脂质的生产厂家 是眼皮内的减板线 可能还是那阴魂不散的炎症 也可能是某些眼部疾病 使得减板线功能高级 就会导致脂质分泌不足 没法锁住肋液 就算好不容易做出肋膜 肋液也会迅速蒸发 干给你看 肋液 黏蛋白 脂质 哪一种成分不在状态 都会导致肋膜不稳定 脚膜结膜得不到湿润 还很容易被损伤 那么肝眼症就来了 神度菌 你说的那些炎症了 出水口不通了 分泌没动力了 太生动了 不过貌似没啥用啊 我就算现在不是肝眼症 估计也是在去肝眼症的路上 求神度菌指教 我该如何避开肝眼症这个坑 这位看官 看来你已经深知神度菌的套路 下集咱就说说 哪些生活小细节会招惹肝眼症 这肝眼症又该如何预防 最最实用的知识来了 全是肝货 下集等你来取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